比方噴霧有用啊 它清鍋子不知道是有沒有用啦 但它清除人類應該是蠻有效的 你看誰不爽的話可以給它來一下 保證你上法院 也讓它上醫院 歡迎收看 再也不亂買了 我在 我們現在要來看 第一樣 奇葩小物吧 各位觀眾 這是什麼 牙套嗎 巨人的牙套 OK啊 好啦它是這樣用的啦 破爛玩意 什麼東西啊 在現代 我們年輕人 常常滑手機 容易對我們的脖子造成損傷 但有了這個矯正神器 我們看手機都必須這樣子看 沒有辦法低頭 剪東西要這樣剪 這樣子你的脖子就不會受傷了 非常的完美 XXXX 退貨 來我們看下一個 掛掛樂耶 0元 我想問一下 請問你們上面那些 這個髒髒的是 什麼意思 二手的是吧 安全的正面 掛一下 好用嗎 好 不好用 我的這個藍骨頭沙發 上面充滿的 七種生物的各種毛髮 十分的恐怖 我們來試掛看看 有點意思啊 我囤了很久啊 有耶 但是怎麼感覺我的這個藍骨也快破了 摸起來其實沒有到很利耶 before after 感覺可以耶 哇操 我覺得這個好像還不錯耶 這可以留在自己用耶 大家不要抽了好不好 OK 大家看到這個是老公牌的吸塵器 我們來看看它的效果 我們老公牌的這個吸塵器 果然一分錢一分貨 這個還是吸的比較乾淨 但是相較之下 我們這個便宜的刮毛神器 其實還不錯 它還是刮的蠻乾淨的 只是它只能刮毛 表面上那些懸浮的顆粒 什麼灰塵 就沒辦法了 但只是刮毛的話 完全夠用 刮毛神器 三度平分 9分 少給1分是因為 它這個藏鞋刮下來 有可能會刮傷你的布 但是摸起來其實真的還好 好啦 9點5分 好啦 下一個 失敗 你老兄了 就抱歉啊 下到你了 哇 看起來造型很特別 摸起來蠻舒服的 矽膠的 感覺就是不會傷玻璃 影片看到了嗎 吸壓器上面用的 事不宜遲 我們實測看看 來讓我們的浴室 給這鏡子一些水分 試試看這個鏡子生氣 我用錯嗎 不太理想 吃一點 拉炒了 你看 OK 我必須要說 全連 就買得到 噴手 這個擦鏡子生氣 2分 我這2分是給在造型上面的 蕭蕭可愛 但是中看不中用 可憐 下一位 看起來就是一包 柿子巾 我們現在聞一聞怎麼樣 這味道就像 廁所清潔劑 Whatever 只要人家我的白鞋變白 你就像是噴味 我也接受啦 Let's go 這上次 棺材求生的時候 三度挖土 穿的 Air Force 十分的慘啦 我們先看表面這地方 它能不能夠擦乾淨 為了不要那麼的刁鑽好不好 我先把表面的土沖一沖 咬許我的浴室回了 接下來有我們的擦鞋神器 出場 摸起來 跟飾鞋不太一樣 滑滑的 感覺上面有沾很多 洗衣巾的感覺 來看看吧 有點意思喔 OK 我用了兩張 感覺好像效果還不錯 衝衝看 真的有點意思耶 經過沖洗我們的白鞋 感覺好像還不錯 但是呢 我覺得拿的地方怪怪的 我現在拿另外一隻 右腳 然後拿一般的獅子巾 好 這是我用三張獅子巾的效果 我們來對比一下 其實真的有差耶 我已經那麼髒了 但是它擦的算是滿白的 肉眼可見 這個擦鞋神器 如果一般只是有點髒 來擦鞋的話 我覺得一定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要考慮到一個問題 它感覺是有洗衣巾的那種成分 甚至有漂白粉的那種成分 我不知道 它會不會腐蝕鞋子呢 這我就不能保證了 第二 像這種皮的類型的鞋子 擦起來會比較好擦 如果你是布鞋的話 那它不一定適合你 像這種Air Force 或者是女生的小白鞋 用它應該是沒有問題 擦鞋神器 三度平分 九分 這個我生活上我會繼續用看 如果有發現什麼問題 之後影片再跟大家講 回去吧 謝謝 它也非常貼心的 送我們一塊菜瓜布 鍋具一噴鏡 請 我說你這個都沒有包裝嗎 你都是散裝在賣的嗎 這應該是 手扒機手套 貼心 防止我們傷手 好評獎勵一元 首先要好用 才能好評 這個像法文液的東西 真的可以讓我的鍋子 跟新的一樣嗎 測試 走起 好的 現在我們廚房 好看完我們這個鍋子 十分的髒 這個鍋子又用了兩年了吧 我們照的那個影片上面 交的步驟 我記得它要先包衛生紙嘛 應該是為了達一個 可以敷它的效果吧 對不對 像敷面膜一樣 有 有點刺鼻啊 透風 沒對沒對 我快要呼吸了 我快不行了 我們的攝影師 快不行了 這把武器 用領的還好 他媽的用噴的 我先給你一個擦瓶 我先給它包起來 我給它地住 先放一碗上 快死了 我操 比防噴霧有用啊 他清鍋子不知道是有沒有用啦 但他清除人類應該是蠻有效的 你看誰不爽的話可以給他來一下 保證你上法院 也要他上醫院 我們現在已經放了超過12小時了 現在是下午2點半 看看這個好 味道沒那麼刺鼻的 沖一下 拿刷子刷一下 大家有沒有看到 一點拼用都沒有啊 爛東西 嗆我們嗆要死 首先我要說一下 這有可能是我們噴的量不夠 但說實在的 我們這邊噴的已經 那麼強成這樣子了 要噴到它需要的量 我們應該 需要戴防護面具了 建議這個在戶外使用 三度評分 4分 4分是不是太高了 1分好不好 給你1分啦 味道刺鼻 效果又差 OK最後一個壓軸好戲 會不會我還沒看到它就壞了 各位觀眾 不是啊 你看是掉後面的 泡泡水耶 哇 這個是已經配好的泡泡水 這個應該是放前面的 哎喲 謀愁啊 噢一個上膛的感覺 它是假的啊 這個背後呢 也靠住間 降低它的後座力 泡泡槍有後座力 OK啊 組裝完成 OK啊 我們要試玩一下 它這邊有一個螺絲 感覺是要裝電池是吧 我看你們應該比較想問 這個電路螺絲其實是哪裡買的吧 好的我們打開了 發現 玩這個還要學一些電路姿勢才能玩的 我們試試看有沒有電 有耶 好的 那我們由哪裡注入泡泡水呢 等一下 這紅色線斷了大哥 所以我說泡泡水放哪裡 你也給我個說明書嘛 這泡泡水放哪裡啦 各位觀眾 出現了 還記得上次我拍開開心機的時候 我有說到 撕開了它這個包裝紙 現在還有一蠢 我在直接整罐倒在裡面是不是 知道是真的用法 我會覺得我很蠢 我覺得我蠻蠢的 我濕了 我現在衛生紙 我去拿 拉一下磨布 這個不能播 這太蠢了是不是 直到這絕衣 他媽太蠢了 就只是 他媽站一站 我剛才倒進去 好丟臉啦 好丟臉 好我們看效果 哇 哇 哇 那個聲音 蠻屌的耶 哇 哇我全身濕了吧 大顆的大顆 好大顆 好酷喔 回到童年耶 剛剛看那個影片真的拍太爛了 各位來我們看看 三度團隊拍出來的廣告影片 好酷喔 各位不要買它 是爛貨 我 操你們 我當時在開張這個的時候 它其實沒有問題 它就是燈亮不了 我也修好了 紅色這個是 裡面構造其實很簡單 兩個電線 然後一個小風扇 像這個狀態 品質真的不太好 而且 在家裡好像感覺蠻多泡泡的 出來一噴發現 我太難了 我下次會試另外一個牌子 再開箱看看 目前我在測試 完全沒有那個效果 它泡泡還會黏在一起 爛死了 挖賽第二個也落敗了 它摔一次它就 現在線就斷掉了 回頭把你放壓軸 你叫他慘 沒有廣告了 不拍了 再見 我會知道 好 好 我會 有 我會知道